中国军工这几年进入了一个令全世界都非常羡慕的爆发增长期 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国军工此前欠仗太多 另一方面则是因为随着中国经济和科技水平的提升 国防科技水平也水涨船高了 其中后者才是中国军工取得全世界瞩目成绩的最重要的原因 这几年包括歼-20 运-20为代表的中国空军 和以052D以及055和国产航母等先进军舰为代表的中国海军 其装备更新矿代的速度令人眼花缭乱 事实上这仅仅是中国军工这几年快速发展的冰山一角 未来中国还有更先进的装备出现 比如大家翘首以盼的轰-20战略轰炸机和国产核动力航母 据网络媒体报道 中国军工巨头在曝光新装备的时候都喜欢油爆琵琶半遮面 比如此前沈飞曝光的歼-31的时候 就是在端午节前后通过迷彩包裹 在某地招摇股市从而被媒体曝光 被网友称之为纵字机 而在今年5月份的时候 大家翘首以盼的轰-20轰炸机 则是在其宣传片中的结尾惊艳亮相 让很多网友不断地浮想颜片 而中国海军最近则采用了类似的手法 再次让网友振奋不已 根据媒体报道 在近日中船重工官方爆出的新闻图片显示 一次会议的背景画上 赫然揭开了大家期待已久的第三艘航母的神秘面纱 途中三艘航母领前大型船舰编队 位于中间的航母被猜测是传闻中的第二艘国产航母 再结合今年5月份曝光的轰-20轰炸机 可以说这一段时间以来 中国海军和空军双袭临门 根据专业人士的判断 这次曝光的航母采用了与美国尼米兹级航母一样的平直甲板设计 并配备了三部舰载机弹射器 根据专家透露 预计这三艘弹射器将采用中国已经攻克的电磁弹射器 这意味着中国第三艘航母的舰导工作 中国早已胸有成竹 而且相信距离正式亮相也不会太远了 电磁弹射技术是未来大型航母发展的方向 目前美国的福特级航母就是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 与尼米兹级所采用的蒸汽弹射系统相比 电磁弹射器的优势就是效率高 可以弹射不同类型的舰载机 还能节省大量的淡水资源 此外电磁弹射的结构更简单 维护更加方便 而中国已经成为近美国之后第二个掌握这个技术的国家 一旦采用电磁弹射技术 意味着航母需要更加强劲的动力系统 为电磁弹射系统提供足够的蓄能 这样才能让舰载机迅速完成弹射起飞 而在这方面中国显然也早有准备 那就是马伟明院士领先研发的 建用综合电力系统 该系统的研发成功 让中国在这一领域已经领先美国十多年 目前中国已经在北方某基地 建设了电磁弹射的试验基地 有意思的是 在电磁弹射基地旁边 同样建设有蒸汽弹射实验设施 很显然 中国已经对这两种弹射方式 进行了对比 并最终决定 采用性能更加超减的电磁弹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